为了冲高疫苗接种涵盖率 新北市今天下午两点开始 在市府二楼设置的大型洁青活动接种站 提供还没有接种的民众打莫德纳疫苗 现场不必预约随刀随打 因此吸引了许多人前往 另外在台北车站呢 也有莫德纳疫苗的施打站 让许多路过的民众直呼太方便了 铁蛋神疫苗开打首日 两点时间一到 民众兴致勃勃前往卷起袖子 打疫苗 因为终于不用上网预约 只要带着健保卡或小黄卡 就能现场施打 几乎不用排队 出示相关证件就能轻松完成 如今Omicron来势汹汹 国际疫情升温 新北市府为了促进打气 首创在大型节庆活动 设置接种站 市长侯友宜也亲自来到现场视察 为了提升覆盖率12月开始 大元百家乐福全联IKEA等百货公司及卖场会陆续设置 急动快打站提供民众莫德纳疫苗 同时北市民众想免预约打疫苗的还有这里 然后现场有些在医院比较远 那刚好在这边的话就比较方便 只要符合资格都可以接种 同时还可以领一百元的全联礼券 这回双北市府除了增加接种站 还送出小礼物为的就职竞速提升全国施打率 记得刘安静周瑜采访报道